马上来看第二件国宝 漂亮吧 第二件国宝 马王堆一号目 梯形薄画 我们都知道马王堆除了一号目之外 还有二号目和三号目 一号目是主人是新锥夫人 二号目是他的先生丽苍 三号目是丽苍和新锥的儿子 三号目出土了几千件的文物 可以说里面的品类繁多 除了有薄画 薄书 丝织品 还有乐器 餐具等等 可以说是给我们现在的人 描绘出了千年之前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来看属于他的九个关键词 爱屋即屋 锦衣玉石 惊艳绝伦 画中美人 香香玉玉 千年不朽 美味佳肴 极尽奢华 非你莫熟 做好准备 关键词 转起来 停 美味佳肴 请抢答 哇 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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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预测一下 美味佳肴 您觉得他会考什么 我估计是考他的那些 培葬物品中间的那些食品吧 有可能 好 易福刚请听题 马王堆出土的餐具里 还有两千多年前的 A 藕片 B 菱角 C 菜台 D 美酒 请作答 我的回答是A 藕片 为什么呢 因为在马王堆 三百多件 漆器中间 有一个云温漆顶 当年把盖子打开 一看 大家不由得惊呆了 发现顶里面 居然有一盆汤 一盆两千多年前的汤 汤的表面 漂浮着十几片藕片 可惜在把它 拿回博物馆的时候 藕片不见了 一个是氧化 再就是震动 所以消失在汤里面 现在我们只能从摄影师 拍的那张照片 看到当年的那个样子了 易先生这道题 回答正确 加十分 我们做考古的人都知道 考古发掘 有的时候就是你打开了 你看到了 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下来 是取不出来 尤其是以前 这个技术 现在的技术 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 但是还存在这个问题 你比方那偶片 如果当时不是现场的 考古专家拍照片 那恐怕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 这涉及到古代人的生活 都没有了 抢答继续 关键词转起来 停 香消玉云 请抢答 舒田 请听题 在新追夫人的胃里 发现了什么 这个是怎样的 A 酒 B 灵脚 C 香瓜子 D 鱼刺 我们都已经猜不透 你的表情了 我选择的是香瓜子 这是 因为我爱吃瓜子 湖南人都爱吃瓜子 真的是怎么想的 这个我知道 因为新追夫人和刘鹤的 那个胃里面一样 都发现了香瓜子的厉害 祝贺你 答对了 舒田再加10分 关键词 转起来 停 请抢答 哇 小小勇士 小初涵抢到了 做好准备 初涵请听题 这幅精美的薄画 实际用途是 A 招魂帆 B 封印 C 礼服 D 桑服 请作答 我的答案是A 招魂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是以前去湖南博物馆的时候 当时讲说这个薄画的作用就是想吸引新追夫人的灵魂 然后来到这里 祝贺你答对了 初涵 加10分 看到这张博画 我还要透露一个秘文 什么秘文 就是这张画跟我们故宫博物院有点关系 当时文物部门就决定要让我们国家的最好的书画修复人来对它进行修复 就想到了我们故宫博物院又请了上海博物馆的两位高手一起来协助 当时就是把这个画进行了清洗 然后表成了一幅挂轴 这样就让它不再破坏 另外就由故宫临摹的人 比如有我的老师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 对这幅博画进行了临摹 所以这个猪方面的保护使得我们现在见到的博画可以说是精整如新 关键词转起来 停 非你莫属 请抢答 无英磊抢答 请听题 博画是研究者根据材质对它的命名 从墓中出土的浅测竹简上可以知道 它在古代正式的名字 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A 飞翼 B 飞翼 C 飞翼 D 飞翼 请作答 我选择C 飞翼 为什么会选C 我之前就是看过这个资料 然后上面其实竹简上写得很明白 然后给它的命名里面也把飞翼给圈出来了 而且它也是跟与四肢比相关的 所以猜应该也会猜飞翼 拿下十分开不开心 非常开心 祝贺英磊答对了 加十分 抢答继续 关键词转起来 评 爱乌及乌 请抢答 请听听 天界部分出现的红日中敦居的乌鸦 就是学界常说的 A 婚鸭 B 精卫 C 红乌 D 金乌 请作答 我的答案是 D 金乌 是不是这个感觉特别像为你定制的一道题目 就小朋友们应该经常听老师来讲这个文物 肯定会提到这些内容 对吧 沈老师 是 我们给孩子讲很多文物的时候 都会选择从找里面的动物 找跟他们生活 他们感兴趣的部分入手 初涵记得多清楚 我就一直控制我自己 我不能让它看着我的脸 但是我相信它自己肯定都能 打出来 它真的提着心 小初涵回答正确 赛加十分 我们马上来看第六个关键词 听 话中美人 请抢答 英雷抢到 这件国宝之前去参观过吗 没有 没有 一直很遗憾 特别想去 但是 还没有机会面对面的 对 可能就细节上的一些东西 我猜 那我们来看一看 让提依你预测的准不准 英雷请听题 博画上有新锥夫人本人的画像 请问 新锥夫人出现在哪个部分 A 天界部分 B 人间部分 C 地府部分 D 画府背面 请作答 我选择B 人间部分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这幅画正好是分为三个部分 上面的话是会有一些就是太阳 扶桑树 然后是代表天界 中间的话正好是新锥夫人 然后会有她的旁边会有侍从 应该是领着她的灵魂 可以进入天上的那个部分 然后下面的话应该是地狱 所以这个一看就是新锥夫人的画面 应该是人间部分 答得太漂亮了 祝贺你答对了 谢谢 英雷再得十分 还有三次抢答机会 关键词转起来 停 极尽奢华 请抢答 英雷再次抢到 英雷请听题 新锥夫人墓中出土的黑地彩绘棺 代表了当时修西工艺的最高水平 请问她的主体图案是什么 A 云气纹 B 云锯纹 C 动物纹 D 几何纹 请作答 这个 露出了礼貌 而不是尴尬的微笑 我猜一个吧 我选择A 云气纹 对这四个选项当中的文样 有了解吗 就C跟D 动物纹跟几何纹 就是我看了这个图片 是首先排除掉的 但是我对B这个纹 是不是很了解 因为是新锥夫人墓 之前说到博画 都是跟上天有关的 然后我就猜了一个A云气纹 很遗憾 回答错误 这道题 英磊没有得分 要扣十分 正确答应该是B 云锯纹 大伙都说 反应特别的惊讶 这道题我们一定请 专家式的老师们 好好给大伙说一下 三位老师 其实说是云气纹 也许不能完全算错 但是我们旁边 还有个答案叫云锯纹 实际上在云气上面 画上神兽 就可以叫做是云锯纹了 我们之前看过 曾侯仪的边中 中的挂这些乐器的 中架的柱子 就可以叫锯 那么这个锯 它也许上面会 装饰一些神兽 所以后来这个锯 也可以用来指代 各种各样的神兽了 所以大家对它 这个印象深刻的 可能主要还不是 这个云气 而是云气上面的神兽 因此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选 云锯纹比较好 答题继续 关键词站起来 停 千年不朽 请 抢 答 静雅抢到 静雅请听题 这幅博画出土时 覆盖在哪里 A 墓主人心追夫人遗体上 B 内观观盖上 C 外观观盖上 D 陪葬物上 我选B 内观观盖上 很有把握 对不对 祝贺你 答对了 静雅加10分 最后一个关键词 锦一玉石 做好准备 请 抢 答 哇 哇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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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海 请听题 马王堆一号汉木 除了出土了 举石闻名的 速杀单一 还出土了一件 黄沙地 直居式棉袍 请问 它是结合了印花 和什么技术 加工而成的呢 A 彩绘 B 刺绣 C 织紧 D 刻丝 请作答 我 我选 我选D 克斯 其实 没太有把握 对不对 对咱们平常听到的词汇 可能彩绘听得多 刺绣还可以 织紧呢 织紧 不是特别了解 没有就是前面彩绘和刺绣了解的多 然后 D 克斯的话 好像是有哪一件文物里面 也是有克斯的 然后我就猜 应该是D 要是给你一个场外求助的机会 你求助谁 沈沈老师 沈老师 如果是你给什么智囊 应该是A彩绘宝贝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彩绘 A彩绘宝贝 A彩绘宝贝 E彩绘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